今天我要讲一个话题 应该是很少人研究过的 就是太平天国 我在中国内是学文科的 所以历史我应该学得很好 大学考试我历史是满分的 90多分 但这段历史我是很少学的 所以我研究了一下太平天国 觉得现在当今的中国 就是太平天国的在本 2.0 我们也知道当初的清朝 是满清政权 满清并不是汉人 所以当初满清统治的时候 它虽然融入了汉族的文化 但对汉族还是进行一定程度的镇压 在满清统治的时候 有很多民族冲突 最后实际上是汉族和满族的对决 导致了清政府的倒台 那实际上在孙中山革命之前 最大的一次满汉内战 实际上是太平天国 我看过了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一些资料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奇妙 太平天国呢实际上是客家人的一次起义 因为客家人呢 是差不多是他们是13世纪的时候 元朝的时候 就是实际上作为难民难逃嘛 逃难到了南方各地 但因为他们是后来的汉人 就是变成了就是说 成为各个地方被所排斥的汉族 所以客家人的生活是比较苦的 然后呢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 那洪秀全呢 是领导了太平天国起义 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以前还不知道 或者是当学的时候太小 可能没有认真的去读 太平天国实际上是一次 基督教的一种背景的 就是洪秀全就是高考落榜以后呢 回家得了一场大病 他在病当中呢就有一次梦幻 就感觉了就是一些关于 好像是一种天国的一些 就是异象吧 后来他接触了一些 就是基督教的一些传教 他就觉得这个基督教的传教的精神 和他的梦中是一样的 他就认为他是 就是上帝给他托梦了 然后他是那个耶稣的弟弟的转世 所以呢他就开始了 宣扬一些基督教里面的共产主义 主要是就是 君父 就是财产是共有的 所以实际上 共产党不是第一个 把共产主义带到中国的 实际上是基督教通过洪秀全 把共产主义带到了中国 然后他这个 他所代表的一个太平嘛 就是一种是当初一个比较 大家一种追求 就是或者是汉族的文化的追求 或者是就是 共产主义初始的一种概念 然后呢他们认为清朝甚至就是特别是满清族 实际上是一种鬼妖 要一定要清除 只有清除满清鬼妖 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天国 他满清就是太平起义 他的他的起义的有政治含义 有一种民族含义 也有政治的含义 他实际上是想把中国人民变成 太平版的基督徒 然后推翻清政府 然后改造这个国家 他不再想就是有一个就是统治阶级 他是想完全改变中国的就是道德伦理和社会伦理 他的当初就是在他起义以后呢 就是在他占领区呢 实际上就行了土地改革 他就把那些土地拥有者全部处决了 把土地分给他们这些 这些这个太平天国的国民 因为太平天国的这些 他的这个追随者主要是客家人 他们是社会上最底层的 当初第一次中国的亚币战争 英国导致的亚币战争以后呢 对这些客家人 这些就是属于这种 就是打 就首先这种打工族 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呢 他当初就说 把给客家人分土地 免费给客家人分土地 这样的话呢 而且还能保证 客家人不再受满清 还有其他汉族的迫害 所以呢 当初这些太平天国的这个 士兵 甚至他那些领导阶层 都是无土地的这种穷人 所以呢 他们就是 就像共产党后来一样 就是吸引了很多 贫穷的农村的这些穷人 因为中国的历史上 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农民 他在就是1847年 就我还真不知道 他这个中文名叫什么 就是好像拜地会吧 拜天会 然后就在他们这个祷告的时候 都有一种就是上天堂的这些感觉呀 然后这个上海这个 还有天生来帮帮这些 信徒治病啊 所以他就是发展的很迅速 医疗问题嘛 又能治病 这个中国一个是贫穷 一个是医疗 这两个问题就是属于中国最底层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他在1849年 就在就是扩张到中国的四个大地区吧 然后就是这就是开始进行了推翻满清的这种 起义的这种初始 1850年的时候呢 洪秀全就说 耶稣给他传了这种圣旨了 就是要为天国而战 所以他就他的这些随 就是追随者呢 开始武装自己 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打了很多圣仗 两年以后他们竟然就是达到了200万的 就是信徒啊 然后呢 占领了南京 然后改名叫天津 他就是实际上就是说 跟北京的清政府呢 建立了一个就是属于对等的 反对的这个政权 他差不多是在就是统治了南方 特别东南 中国东南部的大部分领土 然后人口达到3000万 比现在的台湾的人好还多 他太平天国建立以后呢 他们进行了一些社会的改革 包括就是 就是属于男女 男女寿受不亲 这是一个文化 另外就是禁止这个残住 然后呢 也是土地社会化 社会公有制 然后也是就是这个 就是对这种私有这种商业进行限制 从这个宗教上呢 他是想用这个太平天国 是把就是基督教的这种理念呢 来去就是改来改造就是替代 这种孔子思想啊 还有这种佛教和其他宗教 因为这个他这个拜地教呢 是把红秀权呢 作为耶稣的地理 所以呢 也是一个圣人 所以这种也是一种个人崇拜 这种话 这实际上太平天国就是进行了中国第一次文化大革命 就是用基督教 代替中国的传统的孔教 孔子思想 佛教和道教和其他一些中国的思想 在这种长江沿 长江三角洲的很多佛教的这个寺庙啊 全部被摧毁 然后呢 这个道教啊 孔雅啊 和其他这种宗教寺堂啊 也被就是变成这种毁坏 实际上不就是跟毛泽东当初搞的文化大革命 就是差不多 1856年的时候呢 英法发动了中国的 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直打到了1861年 洪秀全最开始认为 他西方政府应该支持他这种基督教的圣战 他呢 还跟他们这种西方政府进行一些联系 结果呢 这些西方政府呢 竟然帮助清政府 去打太平天国 然后帮助清政府收回了 当初太平天国所占领的地方 这次这个满清对客家汉族的这种内战 双方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 每次战役呢 都是大批的满清 就是居民或者是太平居民 客家化的讲太平 客家化的汉族人进行大屠杀 有据统计 就是这场内战 民族引起的内战 有2000万到7000万平民死亡 是人类历史上 最 就是死亡最惨烈的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内战 太平太阔起义呢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孙中山 孙中山是我们就是新中国的 就是这个国父嘛 还有其他一些就是革命党的人 后来这些革命党的人最后就推翻了 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 最后在另一场惨烈的内战以后 中华民国退守到台湾去了 另外一部分 太平天国这种追随者呢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呢 把太平天国作为一个 就是说前共产主义的一场起义 一百年以后 就是当洪秀全 在南京 就是他的天津 宣布成立太平天国的一百年以后 1949年 毛泽东在北京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实际上中国的 现在的中国 就是太平天国的第二百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 现在的中国 就是哪怕从1949年的历史到现在 和对比一下当初洪秀全领导的 太平天国运动 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相似的地方 太平天国也出现了文化大革命 太平天国也要求土地改革 把让 就是底层人民 得到尊重 反对对底层民众的一种剥削压迫 所以我来讲 我来讲就是说 就是一百年后 现在的中国 差不多是洪秀全 洪秀全当初的梦想 终于成功了 中国 真正的成为一个太平天国 想来 Fine 我来跟你讲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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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